为了挽救意外受伤的野生动物生命 我们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发起了和离方舟工艺项目 今年冬天 阿尔泰山在中国境内的第一个专业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即将在新疆富运县投入使用 欢迎大家有机会去新疆跟我一起去看和离 谢谢大家 我是和离公主 初文问 大家好 我叫初文问 是阿尔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的会长 也是北京连约大学在读的博士 我们协会主要是在新疆阿尔泰地区 去做一些给野生动物保护 还有包括向沐民一些工作协调 选择从事野生动物这个行业 其实是因为我父亲是做了一辈子自然保护工作的 他是从山东专门为了和离来到了新疆 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带我去出野外 所以就一直耳濡目染 然后从小他们就愿意叫我和离公主 在我七岁的时候呢 他就送了我第一台相机 然后想要让我去在想要拍下来这些野生动物或大自然的时候 能够有能力拍下来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可能跟我一样看到这些野生动物 然后就会去保护他们 但是我在后来就一直没有办法去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做 就是在我还没有建立这个自然保护协会之前 有一只和离受伤了 然后我把他救回去 然后救回去之后做了简单的清创 就是伤口的清理之后就开始去养他 然后他特别特别努力地想要活下去 但是突然有一天晚上他就开始浑身抽搐 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然后就拿手术刀划开他肚子的一瞬间 那个肚子腹腔里面的脓就跟火山一样就喷发出来了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救助中心 我们不能第一时间去检查到它是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有足够多的树 它有足够多的栖息地 可能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或者会发生的更少 这只和离的离开就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所以在18年也是在阿拉善SEE基金会 西北项目中心的帮助之下 我们成立了阿尔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 如果你的举手之劳可以挽救很多条 像这样鲜活的小生命 你愿意吗 我们从成立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年都在去做公益项目 这个公益项目呢 就是可以带领大家去参加 可以有不同的参与方式 我们就开了一个叫做和离直播的志愿者体系 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变成我们和离直播的志愿者 然后去远程值班 值班的过程中呢 就可以记录和离或者其他野生动物有没有出来 他们在做一些什么 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志愿者队伍 他们每个人去认领了他们的时间 然后他们手动去追踪野生动物 只为能够给大家看到这些野生动物 而且追踪下这些野生动物的数据呢 在日后就可以拿来量化一窝和离 到底能够给多少野生动物去营造栖息地 和离食堂和离方舟这些 有一定就是可以捐款的这样的一些项目 还可以通过去参加我们线下的志愿者活动 亲自过来给和离中书 或者体验我们的方舟课考队 这些其实都是去参与自然保护的方式 我们协会的宗旨就是让参与自然保护的门槛变低 经过了四年的努力 和离的数量从160窝上升到了190窝 然后有了整个20%的种群数量的增长 这是一窝和我相伴了13年的和离家族 关于和离这个物种 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 当时为什么会去做新媒体 会用抖音或者是微博这样的方式 去跟大众去沟通交流去这样的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变成网红 而是我们最开始的初衷 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捐给我们的每一分钱花到了哪里 我们希望我们只是帮他们去行使善心的人 去帮助推动自然保护的一个渠道而已 我们其实是把和离当作一个小爱豆来培养的 和离是有她自己的粉丝团的 我们是让大家去知道 他们有很多这样的小偶像是要去被保护的 然后追星可以去追一些更酷的东西 比如说和离 而且通过自己的帮助 还能够让自己的小爱豆越过越好 然后那么大家其实都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 作为中国的青年代表 能够在联合国COP15大会上面发言 其实说实话 我是真的很骄傲很荣幸 但是并不只是因为我代表了我自己 我是觉得我是代表了那上百万个 还有更多更多的关注着和离宝宝 然后为和离宝宝去奉献过去付出过去帮助过和离宝宝的网友们 我为他们感到荣幸和自豪 而且我也终于带着和离宝宝站到了更大的平台上 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和离宝宝 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 野生那么保护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中国就像是一个生活中的一大部分一样 就如果我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会有痛苦焦虑抑郁的时候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它 中国毕竟是一个生活多样性高度发达的国家 如果在这里想要做一些生活多样性保护相关的工作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我其实想要号召更多的青年人 像我一样就是可以尝试着用更多的方式去接触自然 去了解自然 或者可以从体验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始 我想要去的目标就是让和离变成一个很棒很棒很棒 所有人都知道的物种 然后所有人都愿意来保护它 然后乌伦骨壳被我们种满了柳树 就这样